据韩国媒体报道,经济南部地方检察厅网络搜查队表示,为了确认黄河纳散布非法视频的嫌疑,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基础调查。 之前在网络上出现了黄河纳非法散布他人的性关系场面的视频的帖子,如果被确认,黄河纳将以涉嫌违反关于性暴力犯罪处罚的特立法为由,被追加移送检方。 此前,黄河纳曾对记者否认了关于散布非法视频的嫌疑,非凡娱乐时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